屋主10年前呢 找我们做规划设计 那当时的诉求呢 是比较着重于机能跟简约方面 那因为现在已经经过了10年的时间 那家庭成员每个人需求也不同了 所以我们希望呢 针对每一个成员呢 量身定做他们所想要的一个居家生活空间 而且屋主也即将退休之际 我们希望把他的居家生活呢 打造成一个比较自然放松休闲的一个氛围 感谢屋主呢 在这10年呢 毫不勇于的在找我们敬廷团队 把他做这个规划设计 10年呢 是很多人考虑重新装潢 或者是买新屋的一个年份 那么这一次屋主是10年之后再次找你操刀 那么听说这一次的这个整个风格跟感觉 跟1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是很完整的一个进室风格 那我们在里面呢 也加入了很多美的一个素材 像我们会常用的一些皮革 壁纸 雕花板 贝壳板 然后上一些比较特殊的石头 然后像镜面或者是文化石等这些 最特别的是我们这次其实木皮用的比较多 对 那这次的木皮是无头木皮 那我们在无头木皮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染白的一个处理 所以它在整个气氛上看起来会比较有休闲放松的一个效果 有 而且感觉很清爽很舒服 但是我有发现一个就是 这次皮革还有贝壳板的呈现 它的纹理比较特别哦 对所以呢 这一次我们用了皮革跟贝壳板 它是比较有编织纹理的 那这样子呢 第一个我们增加了它的这个比较奢华的感觉 而且也让这个皮革的纹理 木纹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电视场旁边的一个展示柜 我们就是用了这样子一个编织纹的贝壳板 去做它外框的一个包袱 像我们廊道的侧边啊 这个收纳柜呢 其实是它的鞋柜 那我们也是用了一些皮革跟贝壳板 来去做它的装饰 OK 讲到奢华就让我想到大理石 因为静雅一直都是这个大理石达人 每次你一出现就会有比较特殊的食材 那所以这次的食材运用是运用在哪些地方呢 那这一次的食材其实我们用在玄关跟电视墙 还有台面 那玄关的大理石呢 其实它是黑色的雾面石头 但是它本身呢是有一些结晶的纹理 那看起来它就会有那种透亮闪亮的效果 对 然后其实它的电视墙呢更特别 因为它电视墙这块大理石呢 它是白底然后带着紫色的色彩 那其实这样的石头其实在一千多年前的矿石 而且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在欧洲范蒂冈的圣比特大教堂 曾经用过这样的石头 对 然后在紫色的部分其实在它们的定义是重生的意思 对 那所以这些石头其实用起来就觉得特别的神圣 然后非常的有它的特殊性 哇 很厉害喔 不过刚才我走了一圈我有发现 屋主它是不是有收藏一些艺品 对 可是放到这个家就觉得很搭 所以这一次的风格是呈现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因为其实这一次呢 希望说让它们跟以往有所区别 是一个比较休闲度假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设计上是走了一个大地色彩 像海洋的蓝绿色系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比较温暖的紫偶色系 然后让它在这个空间里面呢 是感觉是比较休闲的 客厅后方呢就是我们半开放式的一个书房的空间了 木皮再加上清透的玻璃 整个空间看起来好明亮喔 对 在这个书房的空间呢 我们希望说它跟客厅呢可以连接 所以在这个拉门我们是坐比较穿透 而且它是可以拉开的 窗边呢我们有一个卧铺 就是它在午后呢可以躺在这边啊 休闲啊看书 这个空间它也可以当成客房使用 只要我们把隐藏的这个卷帘拉下来 就可以保有它的一个私密性 OK 好 我们从这个书房连到我们的这个餐厅的区域 它整个是一个L型的包袱 但是静雅跟我讲说里面暗藏玄机欸 对 因为事实上这个空间呢我们重新调整过 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面对了五个空间的出入口 你是五个啊 对 那哪五个门啊 就我们看到身后书房的一个空间 是 对 然后在我们前方呢这个餐厅的展示柜 是 它左右两旁其实有女孩房的门片 跟厨房的门片 是 而且在电视这个位置 其实它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铸体空间 所以运用这个铸体空间的旁边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隐藏式的一个收纳柜 对 真的耶 刚才我把它打开发现里面空间好大放好多东西喔 对 然后接着呢我们另外这一边呢 我们延伸了书房的这个木坯过来 其实它有一个隐藏的公共厕所门片 然后跟一个主卧室的门 而且刚才静雅跟我讲说呢 之前在餐厅的上方有凉的问题喔 可是现在都看不出来喔 对 因为这个空间呢我们规划的比较方正 所以我们希望呢用圆桌来做一个呈现 那对于上方的这个凉的部分呢 我为了呼应这个圆形的餐桌 我们也做了一个圆形的吊板 然后这上面呢有一个雕花的板 我们在视觉上希望看起来有一个平衡的美感 所以我们可以做了一个比较浅的 薄的一个假凉 让它左右有一点平衡的效果 那看起来呢它就不会觉得那么的突兀 真的耶 我不知道这是假的凉耶 还可以有这一招喔 是 OK 那公领域的部分呢 整个凉是混搭 风格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房间看看 现在我们来到主卧房 静呀 不管是色彩还有材质的配置 真的很用心耶 在这个主卧室入口呢 我们规划一个入口的一个小玄关 那在这个色系上我们是用一个浅的紫藕色搭配金色 那这金色系又可以延伸到呢 它这个更衣式的一个夹纱玻璃 这个金色小花跟我们白色的这个线板小花 可以互相的回忆 像窗边的这个空间 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一个卧铺区 然后还有一个收纳功能 哦 你说下面还有收纳 是 OK 这个是主卧房的部分 那刚才我去的女孩房看一下 整个感觉是比较中性耶 对 因为其实它从幼稚园的小女生 已经变成一个高中生 所以呢 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喜好 那在颜色上呢 是走比较灰色系 我们就帮它做了一些铁件 然后跟木皮的颜色做搭配 那因为它现在这个年龄可能需要念书 那所以我们帮它做了很多的书柜 然后一个整体空间的规划 我知道 静雅 因为你刚才跟我讲说 在女孩房有一个密室的空间 消失的密室 可是我刚怎么找都找不到 对 因为消失的这个密室 其实就是它的更衣室 那我们从某一个书柜拉开就可以进去了 蛤 你是说从书柜打开里面 对 那我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 没想到在自己的房间 还可以做一个密室 屋主坚持十年不变的选择 周静雅设计师也不负众望 擅长的混搭手法又创造出不一样的风情 蓝色调搭配藕紫色调 在空间中演绎精彩 而最佳的配角 梧桐木皮 则让空间多了一份休闲惬意 想欣赏更多周静雅设计师的作品 请上幸福空间网站搜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